较早之前AMD推出了RX6400和6300等入门显卡来抢占低端市场 而在之后更是推出了全新的RX6X50XT系列 来助力玩家们区分矿卡 但是现在最新的RX6700显卡也得到了正式曝光 同时AMD的神级优化补丁甚至可以让A卡免费获得55%的性能提升 至于跟大家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超级客来看看吧 不得不说AMD在矿难之际选择推出RX6400、6300和RX6X50XT等诸多新卡 在商业上无疑是正确的 不但能帮玩家们甄别矿卡 自己也能抢占一部分市场份额 可以是一举两得 而如今AMD继续发力确认了全新显卡RX6700的详细规格 具体来看在规格方面 全新主流显卡RX6700将基于Navi22XT核心打造 采用台积电7nm制程工艺 拥有36个计算单元和36个光追单元 144个纹理单元和64个光纱单元 共计2304个流处理器 与2560个的RX6700XT和2048个的RX6650XT比较一下 流处理器相差数量均为256个 而在显存方面 RX6700配备了10GB的GDDR6显存 显存速度为16GBPS 显存带宽为160bit 带宽速度高达320GB每秒 同时期的基准频率为1941MHz 最高频率为2450MHz 并拥有80MHz的无线缓存 整卡的TDP功耗则为175W 至于性能方面 根据AMD的官方消息来看 RX6700的FP32理论浮点性能可达11.29T浮点 领先的10.79T浮点的RX6650XT大约4% 项目以13.21T浮点的RX6700XT 则有着17%的差距 而根据推特用户表示 在3DMark的实测中 RX6700可以获得11553的总分 项目RX6650XT性能提升了15% 均与RX6700XT相差不到3% 这样一来RX6700的表现还算是符合预期 最后是发售时间 就卡特兰的消息显示 目前蓝宝石的RX6700已于6月9日推出 售价为569欧元起 预计国内售价为2999元起 除此之外 据WC SafeTik的消息显示 在Windows 11 22H2的更新版本中 借助AMD的全新驱动 RX6800XT在OpenCL Unigen Valle Benchmark 1.0测试中 平均103.4帧上升至了平均159.6帧 上升近55% 而分数则从4,328分上升至了6,679分 同样也是上升了近55% 看来这次版本更新 AMD的确是下了大功夫 而玩家们只需要更新一下驱动 就能白嫖55%的性能提升 简直不要太舒服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印象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雨翔 我们下期再见